有84年历史名列全球三大汽灵组建厂之一的日本高田公司 三年前因为大规模照修瑕疵安全气囊而导致正式的宣告破产 外界就预估高田负债金额可能高达1兆7000万日元 创下了日本制造业史上最大破产记录 那么高田的大部分资产将卖给对手美国汽车零件制造商KSS 而KSS的幕后大老板就是中国的军胜电子